嘿!把手機弄好嗎? 一向習慣在自己的社群網站PO蕭葉文的維里安 常常被留言說不要再PO會肥死 但維里安不擔心自己的身材走樣 因為叔叔有在練了 因為我本來就有固定在運動 所以大家都保持良好的運動習慣 像喝奶茶其實是不需要那麼拍拔變胖的 我覺得我PO蕭葉文 很多時候吃宵夜的時候也是要配奶茶 這樣子才是最棒的口感 那你們每天PO蕭葉文 會不會有人抗接受你的訪問? 經常收到網友或是歌迷朋友的 在網路上面的抗議說 怎麼一直PO蕭葉文我要取消關注了 但是大家都是 我還發現大家都是嘴巴上面說 身體還是非常的誠實 沒想到養成PO蕭葉文的習慣之後 偶爾會落高忘記 結果又招來網友一陣關心 怎麼沒PO了? 讓維里安陷入兩難 就是當如果我有幾天沒有PO 或是太忙突然間昏睡 沒有PO蕭葉文的時候 大家就會又上來在那邊 抱怨說怎麼今天沒有蕭葉文 所以這是一個令人覺得 心情很複雜的一件事情 此外 維里安也透露了一些 他在大陸參加歌唱比賽的情況 從一開始真的是沒有想到 因為是立鴻哥他親自來立邀 希望我可以去參加 那經過很多的考量 我自己覺得說 確實可以學到很多很多的東西 而且在這個時代裡面其實 音樂人很難去選擇舞台 就是有舞台就要好好的把握 那確實這次 這次也真的學到非常非常的多 所以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今天維里安也體驗了 英國倫敦的3D地景 夢想去英國的他 也只能先解釋 對於英國都會有一些 很多的憧憬吧 主要是因為音樂上面 其實也很希望有機會可以去 去英國錄音啊 或者是做任何專輯相關的 這些事情 希望有機會 但是很感謝立頓這次 幫我們做了這個3D布局 可以讓自己先過過一個 維里安最近人氣旺 工作也是一個接著一個 想要去英國旅遊 也只能再等一等 來到英倫旅遊的感覺